大家好,今天是5月11日 回到明報PUSH賣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美期 DOWJONES期貨 道指期貨 昨天出了CPI CPI比市場預期的好 回落少少 回到4.9% 預期是5% 你看到DOWJONES 基本上出完數據之後 曾經一度抽上去 3.354 其實3.354 接近今星期的頂 上星期平均線在這些位置 接著很快縮下來 反覆上去 在技術上 暫時來說 DOWJONES可以說是沒有方向 在短線來說 基本上是在炒大型的範圍 但細心去看 上星期由高位 5月1日 34363 做完倒轉垂頭 跌下來之後 這些極其量都是屬於反彈 你看到DOWJONES是沒有能力 再進一步上去 所以暫時來說 技術面上 你看到DOWJONES 後市偏淡多於偏好 除非後市可以馬上爬上去 起碼要衝穿 昨天出完CPI 再繼續上去挑戰頂 否則暫時來說 彈高也是會有機會跌下來 只不過下到這些水位 現在屬於一個橫行 是墜下來的 似乎要給他一點時間 看看能否跌破低位 不容易做的 不過他屬於一個上落市的階段 最理想的 容易做的就是 只做儲於上落市 只是儲於上落市 如果你由Biontip 又要儲於上落市 要鎖緊這個Wingtray 昨天的高低位 都算是一個叫做 阻力和支持 但是我便傾向 如果再看遠一點 因為你看周線圖 你看一個比較大的形勢 上個星期 不能夠承接 已經不漂亮了 五月開出 只不過現在還沒跌著 還沒跌著 暫時都看不到它扭上去的 相反,看下跌不跌得穿50天,10個月,繼續下去,就會跌深一點 暫時用高沽就好過低賣,現在是這樣 阻力位,你也看到,退場位也看到 昨天338,54,和5月頭的34,363,這些就是不應該再叫 穿過這裏,他就有機會彈去挑戰這些位置 但穿過不到,下一步再跌下去,就會跌穿50天線再深一點 暫時來說,Dow Jones,相對地不是強,所以大家就不應該在現水平去買 就是這樣,好嗎? 今天就這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留言給我,拜拜